英独立法庭终审裁决 裁定中共犯下反人类罪行 2019年6月17日 英独立人民法庭在伦敦进行终审判决 裁定中共犯下反人类罪行 法庭指控 中共强迫器官摘取 已在中国大规模地进行多年 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供应 是主要来源之一 由杰弗瑞尼斯爵士担任主席的 独立人民法庭 在听证会上 宣读终审判决 法庭陪审团一致认定 确凿证据证明 中共犯下了反人类罪行 包括谋杀罪和群体灭绝罪 杰弗瑞尼斯爵士 是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检察官 独立人民法庭主席说 中共下令医生残杀这些无辜的生命 仅仅因为他们信仰真善忍 他们是法轮功学员 杰弗瑞尼斯爵士 向法庭和旁听听众陈述了 在过去的十个月中 独立人民法庭分别在去年12月和2019年4月 两次举行了共计5天的公开听证会 超过50多名证人出席 法庭以多种形式审议了证据 从而得出了一系列结论 结论表明 强迫器官摘取 已经在中国大规模地进行了多年 法轮功学员一直是器官供应的主要来源之一 很多人无辜地死于难以形容的可怕的死亡 更多的人可能会以类似的方式遭受痛苦 尼斯爵士补充说 没有证据表明这种做法已经停止 法庭对此仍在继续追查 他们也曾邀请中共当局代表出席 但至今没有收到任何回复 独立人民法庭是全世界首个 针对中共活摘器官罪行进行听证的民间法庭 由终止中共器官移植滥用国际联盟倡议 于2018年10月16日在伦敦成立的 该法庭主要调查在中国发生的强摘器官过程中 国家或国家批准的机构组织或个人是否刑事犯罪 罪责是什么 罪责由谁承担 法轮功学员于明在过去20年中 遭到中共非法关押累计12年 4月6日 他从美国通过视频连线到独立人民法庭作证 向法庭揭露中共采用各种非人酷刑迫害法轮功 并向法庭提供了 他冒着生命危险拍摄的 发生在大陆的迫害真相的第一手材料 法轮功学员杨安尼出席了听证会 他述说了他在关押期间 受到中共的酷刑折磨和不明体检的经历 日本一边是真正的ning 我一个小时候的人要浏山 匿 beads uto 语言 准备하신 u Ray 夏州 扫比 律师表示 法轮功学员的证词令人感动 他希望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能听到这些证词 比 Deshalb Pedz joke 罪责 活摘器官和对法轮功的迫害 所有证词都被记录下来了 全世界都会知道 很快会放到网站上 萨比律师认为 要制止和制裁中共反人类罪行 国际社会在利用法律手段的同时 也要重视道德力量的重要 对付中共的办法 就是曝光它的丑刑 如果媒体和公众 能把这个法庭的证词和结论传播出去 就可能促使中共停止强摘器官 这个惊天害人的罪行 6月17日 在伦敦举行终审判决期间 英国广播公司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英国卫报等西方主流媒体 进行了现场报道